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当滑水教练,2015年与弟弟一起开日本,香港媒体报道,他最近买下港币2525万元,月人民币2037万元,大不堪乐人豪宅,价格创新高,应是博之金元才有可能买下。 据说张博之对该地段一直情有独钟,魂牵就与人住在此处,张豪龙也选在这里的会所举办婚礼。 他对弟弟事业力挺到底,当初二弟转开婚,立刻买下约350万元台币豪华房车,让他们方便载客,姐姐风拌十足。 张博之的弟弟张豪龙在2018年到来的时候,以2525万港元,月和2000万人民币卖下了一处洋房。 而前不久,张博之接受内地媒体盘访,听到自己离婚之后变得很,姐姐,不再乱买名牌,穿几十港元的鞋子也无所谓,到菜市场买颗菜,也千方百计,让别人送很多东西,例如葱蒜之类的,姐姐姐姐剪成这样。 但张豪龙没有高薪职业,却有钱买一套属于自己的物业,让很多人猜测弟弟买房子的钱,其实是向姐姐借来的。